1989年,王傑進軍香港樂壇,憑著《幾分傷心幾分痴》、《可能》、《故事的角色》、《誰命浪子心》等歌曲, 他以聲勢力竭的獨特唱腔鴻篇兩岸三地。 原來最初的時候,台灣和香港的幕後製作人對王傑當時的非主流唱腔都抱懷疑的態度。 《幾分傷心幾分痴》這首歌,其實它裡面有一個故事。 其實這首歌當初最早應該不是我唱的,但沒有人要。 於是,李壽傳的製作人就把這首歌丟給我。 那個年代還是那些... 是要這樣的,你才會唱歌。 我說我一向都不敢唱歌,是不會震音的,我不會... 如果你是這樣唱歌,就很奇怪。 當時就跟製作者吵了很久。 我記得製作者跟我說, 沒見過你這麼囂張的, 你都未出唱片,你就夠膽和我們這樣。 他就說,好啊,看你怎麼死。 我怎知道錄完那首《國語》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他們跟華納有錢,合約在這裡。 他們想著,反正你是香港人, 不如出廣東碟吧。 我記得我回來香港要錄這首歌的時候, 那時候的製作人也覺得, 王傑,你懂不懂鎮音嗎? 我說,如果我懂鎮, 我十年前已經紅了, 我為什麼要等到現在呢? 所以那時候初了, 有些人覺得, 為什麼王傑你講廣東話? 小小美,不是。 其實因為, 如果廣東話不是這樣咬字的話, 你是唱不到王傑的歌的。 為什麼一定要執著在那裡咬音呢? 你不可以哭一聲絕無依依。 我不是說, 拍成某些歌手, 在家裡看什麼歌, 你說好像我們羅文大哥的那個, 扯著女喜拍庚莊, 你可以這樣唱。 那你如果嘗試王傑的歌是咬字, 咬到這麼標準的話, 那我是叫做唱字, 我不是叫唱歌。 他們就說, 嗯, 這些歌在香港一定不行。 他說, 啊,王大師, 你有什麼軟健呢? 我記得那時候, 很多人都疾我, 那時候我還沒出唱歌。 我說, 好啊, 我們香港那時候最厲害的就是妹姐, 哥哥, 阿倫哥, 我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的唱片就夾在他們三個當中, 出唱歌。 那時候那個年代, 其實聽到他們三個, 沒有人會跟著他們一起出唱片, 那個人是雞飛狗走, 走光了, 因為不會黏得那麼緊, 因為死定了。 他說, 哇,你都很拿策, 你當我們公司很多錢嗎? 我說,不是, 我說兩個理論而已。 如果我輸了銷售量, 我起碼贏回名, 但如果我贏了銷售量, 我說那個就不行了。 他說, 你這種唱歌方式, 你覺得可以嗎? 我說, 試一下就知道, 我是這樣, 我如果不行,我馬上走。 然後, 其實那個年代是破紀錄的, 在那個短短時間是破了紀錄的。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手王杰歌曲全情引发你的共鸣 说到可能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首歌其实是我十四岁写的 最终其实我是写给我一个暗暖 和后来都真是在一起的女朋友 但是很单纯那种在一起的一年 嘴都没舌过的 最多舌过面珠灯 那时候我读书因为我们读基督教学校 香港有YMCA 我学校每一年一定会在那里聚会 她真的很漂亮 她是美法 即是魂女 很美女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学校 有Christmas Party 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她 坐在那里 很多人在跳舞 但是我当时都觉得有点奇怪 没有人请她跳舞 我想怎么会这么漂亮的女孩 没有人请她跳舞 然后我几个同学 就是一些西日小朋友 就是和我童话 就白厌一点 他们就捧我过去找她跳舞 最初她不肯的 那么我不断请她跳舞 她总而肯站起来 但是我都没有注意到一样的 因为当时很黑 都有一些灯啊 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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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注意到 然后就很尴尬地站起来 跳舞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有小疑麻痺症的 我当时那种感觉是很恶劣 就是觉得很老土 很没面子 接着我就停了 看着她的脚 我觉得我怎么会和一个 小疑麻痺症的人跳舞 觉得被这帮朋友找了笨 那我就很生气 其实可能我真的对不起 我当时真的年轻 我真的反过来就走了 那hurt的人很hurt 我见到她很不开心 就是很难过 我到了开学 那又见回她 哇 当时她见到我是一些仇人 直接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得久 看久了就惯了 那后来我有一天就 就带了一张纸给她 就是跟她say sorry 就是怎样怎样 我就约了她在教堂海 就是聊聊天啊 喝汽水啊 慢慢慢慢 就是大家就好了 真是我初恋情人 那到了学校毕业了 怎料她的家人要回去美国 一直都没有再收到信 怎料有一年收到信 就是因为知道她原来不小心 那些开风车就撞死了 世世夜雨 迎着风飙紧 将穿起心中一切疑问 相若到此 今已是过时 如终只好一趟再等 每晚共对 似是错摩疼 但放开她的心不内望 如果她的心不内望 我只会一心要求她抱紧 可能她一心要事宜我 可能她一心要事宜我 可能相方全格太多 可能 互非一刹已略过 只能留在我 可能 彼此可以努力过 可能 再见不错那么多 可能 互非再理会我 不随地说